F22有个致命匣子,根本不是歼20对手,很多人都不知道。 F22有个致命匣子,根本不是歼20对手。 大家都知道第五代开战斗机,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,尤其是五代战机的隐身性能遥遥领先其他种类的战斗机,它的隐身能力能显著降低飞机被敌人发现的风险,从而提高飞机和飞行员的生存能力,从而轻松对付敌人的防控系统。 目前世界上也只有美国、俄罗斯和中国能生产制造出这么先进的隐形战斗机,所以说现在谁能生产服役更多的五代战机,谁在空中就拥有话语权。 F22有个致命匣子,根本不是歼20对手。 不过美军最近传出消息,美国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已经累计生产交付300架F35战机,被采购的数量却是遥遥领先,不得不让人感到惊讶。 虽然F35研制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,随着军事专家的不懈改进,已经得到了解决。 有专家表示最新的F35的电子战斗能力已经超过了F22,所以美国军方也骄傲地宣称,F35是这个星球上最厉害的战斗机,尤其是能够协调海陆空形成完善的作战系统。 F22有个致命瑕疵,根本不是歼20对手。 作战能力和生存能力世界遥遥领先就已经很厉害了,关键是F35的售价却在降低,美国的军事专家预估在过两年F35的价格能降低到8000万美元。 这样的价格比俄罗斯的F35便宜,比中国的肩负20隐形战斗机便宜更多。 由于生产技术的提升,到2023年预计装备的总数量在2000家左右。 这个数字让世界各国都感到压力很大,就拿-20来说,我们目前装机数量也就在30台的样子,所以我们还得抓紧研制,服役更多数量的歼20和歼31隐身战斗机。 F22有个致命瑕疵,根本不是歼20对手。 但是值得称到的是,歼20战斗机爬升高度是远远领先F22战斗机的,中国的歼20最大的爬升高度足足有35000米,而F22的最大爬升高度只有19812米,综合来看在不少性能上歼20战斗机都是比F22优秀的。 为什么会这样呢?因为咱们沿着歼20战斗机的时间晚,所以相对来说F22战斗机的一些性能已经落后了。 虽然F35在目前来说算是世界上最新进的隐形战斗机,但是随着国产涡扇发动机的服役,相对来说我们的歼20和歼31战机,与美军的F22和F31战机的整体性能差距会慢慢地变小,甚至在某些细节的处理上是遥遥领先的。 F22有个致命匣子,根本不是歼20对手。 对手 corrupt,合来说的是对手最新武汉区凯指握的既主趋约容,查看大部分。